大家好,我是护票胖子 今天再看了一条乐平的事件 就是苏州的一个哥们 被人把车堵在里面了 然后呢,他就去买了18块钱的鸡蛋 砸了那一辆堵着他的车 那辆车是辆奔驰 砸了之后呢 警察来了之后 那哥们要赔2万块钱 一个是奔驰赔了1万9 旁边还有一辆红色的车子带了一下 赔了2千块 一共赔了2万1千块钱 碰到这种事情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是很愤怒的 为什么 你这个车把别人堵在里面 就是你他妈外面那个车 所有的责任都应该是你的 你不管被我们搞成什么 都应该是你的责任 对吧 现在我也被别人堵过好多次 我记得我有两次去银行办事 对吧 我到银行门口 他有停车位 我就停下来 然后我进去办事 然后来一个人 他停辆车把我堵在里面 我根本出不来 结果那个人的电话打不通 各种事情也打不通 最后等了差不多两三个小时才来 对吧 那你是别人干什么呢 来了之后什么损失也没有 就是哎呀 对不起 说句对不起 然后就走了 说句实话 对吧 讲句对不起有用的话 还要警察干什么呢 对不对 我觉得首先一点 就是说一旦我们报警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不是应该是去联系对方的那个司机 而是应该由我们中国的公共部门应该能够做到和警车一样报警五分钟出警 像这种的话应该报警之后就15分钟或者10分钟出一个拖车 城市中心区域可能10分钟出拖车或者5分钟出拖车 如果对方没有来就直接拖车把他车辆拖走 对吧 首先 车辆把他拖走有什么好处 第一点 以后别人也不敢乱停乱放 第二点 交警本来就要抓那个违章违规 对吧 首先他违停了吧 他要给国家交罚款 交罚费 对吧 这个至少就是说创造了公共收入 对吧 其次第三点 就是说把他的车拖走 还要付拖车费 为国家又创造了GDP 对吧 这样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也可以让那些人这种违章道德 不讲道德的人 越来越没有生存的空间 你们大家觉得我这个题怎么样 如果觉得好的话给我点个赞 谢谢大家